人都会老 但是实话说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表示我们的社会应该多爱护跟关心我们的长者 为了帮助台中市仁爱之家 行动不便的长辈 国际狮子会300西万区 台中市东美狮子会 福伦狮子会 共同捐助一台小型富康巴士 给仁爱之家的老人 2018年11月2号上午 还在台中市政府会中楼601会议室 举办捐赠仪式 国际狮子会300西万区 总监林殿上 东美狮子会会长林明利 福伦狮狮子会会长林平华 都亲自来参加 并且表示会持续捐赠物资 帮助更多的长者跟身心障碍的朋友 1月6号会举办更大型的公益活动 现在1月6号来举办爱新年纽会 把这一款来捐赠 我们两部的高零者 移动式的行为专车 它这个里面的设备 有检验血糖 糖尿病的 还有高血压的 师姐师友 以及我们总经带领我们区书内阁 到我们仁爱之家 去关怀我们仁爱之家的长者们 也很感动 我们这个这样的活动就是我们的八大信条 就是我们的理念 那可以说是我们的学艺 所以我们以这样的付出感到光荣 台中市政府表示 仁爱之家的康复巴士 因为发生交通事故 已经不堪使用 幸好师子会的师友们共同出钱出力 捐助全新的富康巴士 显示我们的社会充满了关爱跟温馨 副市长林依营也非常感谢师友们 对于社会公益的付出 非常感谢师子会的三宁宁西湾区 跟我们东美师子会 还有福伦师子会 这次热心捐赠我们仁爱之家 富康巴士 那因为仁爱之家是台中市唯一公立 提供我们孤苦无疑 弱势 还有中低收入户的长辈 他们一个最好的一个安居之地 除了捐助富康巴士之外 东美师子会晚间六点 也在台中市洲际棒球场附近的好运来餐厅 举办一场东美有爱 因为有你慈善爱心晚会 300系万区总监林殿上 东美师子会会长林明利也先后上台 支持感谢大家的付出 随后还有残障人士的打鼓表演 热灵长者的打击乐团演出 现场的气氛相当温馨热闹 在晚会当中压轴的好戏就是一场走秀活动 东美师子会的师友们 因为经常练习服装走秀 所以特别利用爱心慈善晚会的机会 粉末登场 走向伸展台展现智新阳光的狮子会精神 今天我们是特别 最优秀的秀导 国际级的来教我们所有的姐妹们上台 那我们这样 今天让我们觉得像明模一样 很专业 那也很高兴我们所有姐妹们 大家一起来学习走这样的台步 这样很高兴谢谢 我觉得能够让我们在T-Bar上 展现我们女人的自信 而且呢今天是以我们的AAA3A胡适为主着 那3A胡适呢 它的弹性非常的大 不分年龄不分高矮 让你走在舞台上非常的有自信 国际试制会表示 做爱心公益不能只是嘴巴讲讲 要以实际的行动 持续结合私友们的力量 达成群策群力 真诚服务的年度目标 希望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打造台中市 成为一个有爱心 有温暖的幸福城市 记者陈文旭 杨静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